另外又發生零骨塔的詐騙 有四名幫派分子 他們專門鎖定有塔位的老人家 謊稱有墓地要開發 就要跟他們收購零骨塔 但錢沒有拿到 就先要被害人付簽葬費跟節約金 就這樣喔 用這樣的手法 詐騙將近到五千萬元 其中有一名老太太 就被詐騙了一千五百萬 刑事局搜證之後 發現說這個嫌犯 竟然還靠著這些詐騙老年人的棺材本 然後呢 拿去買一些名車來逮捕 相當惡劣 詐騙老年人的祖賢 孫姓男子 他找了其他三名幫派成員 先創立人頭公司 再去找持有多座零骨塔位的年長者 以假名跟假電話做掩護 謊稱知名建設公司要開發土地 有五組坟墓要簽葬 要跟被害人收購塔位 但錢還沒拿到 就先要他們繳稅金跟簽葬費 如果錢不夠 還會要求拿出房產抵押 就有一名八十歲老富人 被騙了超過一千五百萬 那等業務人員拿到金錢後 他會以各種理由來拖延買賣 例如公地發生公安意外 等到被害人手上 已經沒有資金者 他會派遣貸款人員 前往協助被害人 以不動產設定抵押 來借貸現金 為了規避詐騙刑責 刑犯還給被害人骨灰罐提貨單 誤導警方以為是買賣糾紛 然後企圖製造買賣骨灰罐的交易糾紛 規避以後的法律訴訟 警方大動作搜索之後 插扣了許多項犯罪工具 還發現嫌犯平時都是用名車代步 生活十分奢華 詐騙老年人的血汗錢 拿來揮霍 行徑非常惡劣 這次警方一舉逮捕十五人 通通依詐欺跟組織犯罪 以送法犯 華視新聞簡明3 許一環台北報導